院長 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近來國人自殺的事件頻繁 從戀情受阻嬰兒相邀殉情的國中生 到知名的主播 都讓人萬分的惋惜 精神健康基金會在2012年 曾經公布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 根據1180位成年人進行身心健康 個人價值 生活掌握以及家庭健康等四個面向 進行電話調查 結果 整體精神健康分數只有81.6分 比较2010年的83分低了1.4分 相當接近於2008年金融海嘯的80.1分 逐漸社會的政治紛擾 經濟衰退 導致國人身心 精神都叫過去更不健康 社會正掀起一場嚴重的心靈海嘯 除了整體精神健康表現不佳以外 國人無論在身心健康或生活掌握上面 數據都叫2010年退步 新生健康僅獲79.3分 是自金融海嘯以來 首次滑落至不及格水準 統計顯示 每五個人就有兩個人覺得沒有動力 心情不佳 記憶力退步 睡不好 甚至於感覺到煩躁 而生活掌握面向當中就有43.4%回答 不認為將來會更好 顯示有超過半數的民眾對未來感覺到無望 根據調查 2011年全國精神科門診高達213萬人次 其中包括一般精神疾病 物質濫用 自殺防治 偏差行為兒童心理健康 比如說校園霸凌 職場 或者是災害心理衛生的處理 弱勢者生活困境的心理及精神健康問題 中研院生生醫所特聘研究員鄭泰安 也在國際頂尖期刊雜誌當中 發表研究證實 台灣精神疾病盛行率 其實是跟失業率 離婚率 以及自殺率的變化有高度有關係 大部分身體健康的問題只會影響到一個人 但是心理的健康卻會影響到所有的人 乃至於整個社區跟社會 衛生福利部在去年7月升格以後 已經設置心理口腔健康司 也編列將近6億預算來進行 心理健康精神照護 藥引介治等工作 既然有負責專責的單位 衛福部就應該肩負其整合政府跟民間資源的責任 針對心理 精神疾病防治 治療 心理協談 社工介入時機等建立完善的機制 讓民眾在需要幫助的時候 諮商的時候 能夠快速找到有用的社會支援系統 讓國民的幸福毛額 能夠跟國民生產毛額一樣 會越來越高